资料过来使用的话 第一个就是 是销货单 当然第一个这个单号呢 基本上我们不是自己填的 自动产生 那首先第一个也许你先 自动会带出今天日期 所以这边的话呢 销货单号订单日期 这个里面你直接输入什么 to date就可以了 那自动抓到今天日期 那底下这边有个下拉清单 那这个下拉清单的话 基本上是从那个资料里面 我们这边有一个资料验证嘛 那资料验证里面的话 那我在这个来源里面有个性质 这个性质的话基本上 可以在 这边有一个 邮件 OK 邮件我多一个工作表 里面的话分别就是性质里面有 普通件 极件 最速件 当然他有对应的一个 天数 那这个对应天数的话 我这边 把它加一个名称 这个整个就是邮件 邮件的一个对照表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下拉的时候 自动产生一个 比较普通件好了 普通件后面的自动帮我带出 我需要的这个日期 不过这个特别注意 这个日期 我这个日期假设 需要避开六日的话 像一般 到之前本来是直接就是到货日期 就把它加什么 加上天数 可是 加上天数比较简单嘛 如果加上天数的话 我们可以用什么 比如说今天日期 加上 所以你这边 等于什么 你可以 等于 今天日期 加上什么 普通件 可是问你普通件是天数是几天 我不知道 所以我可以什么 利用那个v函数来查询 那查的话呢 可以根据什么 普通件 去查什么 我刚有见了一个对照表 所以f3 那个对照表的名称呢 基本上叫 游件 我刚有见了一个 那如果说今天呢 普通件的话 带回来就五天 所以这边的话 我跟你讲 应该是二了 OK 第二栏 那比对方式的话呢 就完全比对 找一模一样 零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回来是五天 那也就是 这一天加五天之后按确定 好那就是 11月13 这一天 五天之后嘛 可是呢 五天之后 这边注意就是 5天之后的话 123 4 礼拜六 礼拜天 所以之前就有同学说 老师可是问题 我们一般 这一天 假如刚好没上班 那怎么办呢 有没有办法 避开一下 因为如果用那个v函数直接抓 的话 这一天加几天之后是没问题 可是如果要避开六日的话 那最后回来的话 会是一个日期 前面好像有提过那个 在日期与时间函数里面 有一个去算那个公时的 算公时有两个啦 有一个是叫networkday 加s networkdays 他回来的话是 是多少公时 是天数 另外有叫workday 没有加s workday 意思是说哪一天 回来的是哪一天 所以特别说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要用避开六日的话 你可以讲 插乱数 用那个日期与时间函数里面的workdays 其实这个workday 这个 按确定 那接下来的话start day 就这一天 days的话呢 几天嘛 那其实就是 去帮我查什么 普通键回来的 所以这边的话 一样 可以在这边 插入个 V路函数 帮我查什么 查普通键 在哪里呢 在那个我 刚刚产生的这个性质的 这个对照表 啊不过这个性质 你们等一下可能要自己加一下 然后 第二栏 把它 完全比对 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 当然他公司还没结束了 这一天 那holiday 几天吗 查回来的话 邮件 找错了 这个应该是邮件 OK 所以这边的话 把这边在 这个 这个应该是 邮件 OK 所以等一下这个你们可能要自己见 好 你会发现 11月15 有没有他会避开 6日 本来是13 那12 13 避开 14 15 所以特别重要 礼拜六礼拜 当然未来如果说你还有holiday的话 前面我讲过说 你可以把那个holiday 使得 当然 就是你们公司休假日的话 你可以把它补上 那补在哪里呢 补在一个范围 反正你可以某个工作表的某个范围 那些都帮你扣掉 除了礼拜六礼拜天之外 OK 那再来当然客户 那我希望客户能够下拉清单 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一样 你可以把客户这个地方 客户编号选起来 什么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 客户编号就建起来 那其他栏位 其实你也可以这样做 其他栏我讲过嘛 你可以整个选起来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 这四个栏位 全部都变一个一个名称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 当我下拉的时候001 自动带出 另外三个 那另外三个怎么带出来 其实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那个Vilo函数 有没有 Vilo函数也是一样嘛 不过特别重要 我在这个地方 建一个客户的对照表 这个客户的对照表 其实有整个 整个 选的时候 其实栏位名称不用选 这个叫客户 OK 那也就利用这个Vilo函数呢 去帮我找 诶 找什么 找编号 在客户里面找第2栏 然后呢 如果 要完全比对 帮我带过来 但是另外有一个 就是说 如果把Delete掉 如果我里面是空的话 那我后面的东西呢 就要是空的 所以我这边有个逻辑判断 如果 B3 等于空的话 有没有 那 我就也是空的 反之才去查资料 OK 那 这个做完之后 客户 联络地址 其实就把 这个改成3 地址的话 把它改成4 有没有 这样的话就可以做 随下拉清单 自动帮我带出他的名称 电话 还有地址 其实底下那个商品名称也一样 向下拉 点他 自动这个规格跟单价都带过来 那 这个地方的话多了一个所有的序号 那序号 怎么做出来比较简单 其实这个序号呢 用的其实是有两个函数 一个是Raw 一个是Test 那怎么加上去 基本上大家 你可以 第一个 先 来插入那个我们之前用的那个参照函数 Raw的部分的话 就是 先抓到他是哪一列 那因为他现在的列数是7 所以把它怎么样 减掉6 可是我如果要两码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 把这个减下之后插入一个 文字函数 那这文字函数前面用过Test 把Value放上去 格式的话呢 就是 00 前后双以后 按确定 01就出来了 不过呢 如果我希望呢 假如这边没有 那我也不显示的话 那再用什么 用插入函数里面的逻辑 if if什么 如果这个里面是空的 那我就是空的 反之呢 我就把刚刚的工资贴上 按个确定 这样就完成了 向下填满 有没有你会发现这个他是空的 那如果他有资料 他就出来了 OK 所以基本上 这里面用的Raw跟Test 还有那个 加一个逻辑判断 那你想说 if 后面那个逻辑判断 B2等于空的 其实另外还可以用isBlank 不过我发现 之前用isBlank常常出错 明明里面是空的 他就显示说有资料 所以后来我干脆 用等于空字串来判断 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 所以我是建议如果你以前 习惯用isBlank来判断的话 那你可以用等于空字串判断 其他的话数量 这边也可以下拉 也许我这边下拉 我只是做了一个 用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直接输入12345好了 假设我这最多就五个 那我就用12345输入 那你可以把整个范围先选起来 在资料验证 输入12345 记得先改清单 12345 确定 小计的话呢 就是 怎么样的吧 如果这里面没有不是空的 那就帮我把什么 单价 跟数量相乘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 做出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自动化流程 最后这个是加总 加总是把底下东西全部加总 但是最后 输入完了 我已经假设有点像一个 进销存的 系统 人家打电话进来要订货 那我很快的可以帮他 先 什么键数 然后哪一个客户 要订什么东西订几个 订完之后呢 我需要做什么 新增资料的动作 因为如果你填完了 那 假设没有把它记下来的话 那 等于 等于是白做了吧 所以怎么样按新增资料 他可以自动帮我把这些资料 通通放在 消货名系里面 又切回来 把旧的这些 清空 单号加一 这个是我们这一题最重要的 那怎么做 我demo一下 各位看 新增资料 你会发现 他这地方 自动过来 00 S008 然后呢 单号也是帮你加一了 不过这里好像 有个NONE 其实为什么 因为 这边可能也是一样 要判断一下 如果 如果什么呢 这个里面是空的 那他也是空的 反之 空的 空之创 反之的话呢 才是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这样就更完美 有没有 他有资料 他就出来 他如果没资料 他也不会出现那个什么 NA的讯息 那 这个我想各位试试看 里面大概每一个栏位里面呢 做什么 云端上都有 那等一下再来看 就是说 如何把 资料 帮你建一笔 然后呢 自动帮你再把单号加一 其他东西在清空 让你可以继续输入其他的资料 画面先划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消货单主要是 比较实用 也就是你将来如果在Excel里面 如果要让 其他人或者你自己要输入一些资料 那怎么样达到一个所谓的输入自动化的目的 那我前面讲过 你在输入的过程当中尽可能 让使用者规范越清楚越好 或者是说呢 让他自动带出一些东西 那 这个 这些自动化越 越多的话 自然比较不容易输入错误的资料 那 输入没有错误自然就不需要 将来再花时间 去校对 去找错误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